我正常的心去想就是 好像之前的民主派或者戴耀廷都有講過 最終攬炒香港的都是香港政府或者共產黨 香港人要反抗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他們攬炒我們 他們要香港變成 他們要一個沒有香港人的香港 要香港變成一個大陸的城市 我就覺得去到一個底線的時候 那些人都會反彈 都會發覺 你不可以這樣的 香港是亞洲金融中心來的 是一個國際城市來的 但是要講的人都講完了 能夠講的那七成人發聲就發聲了 現在剩下兩三成 看看他們是不是繼續坐在那裡就守旁觀 有香港衰下去 還是都要找些方法停停一下 如果你說去申請這個不反對通知書 去示威遊行 輪到他們啦 是吧? 輪到鄭志剛啊 李嘉誠的兩個兒子啊 去上街遊行 是吧? 搞得香港這麼差 那就是其實 還有我看到很明顯不是沒得鬥的 只是有班有能力的人 現在還沒說服到自己站出來的嘛 是吧?你香港已經二十大的家族 你說我們全面撤資 那你猜共產黨是怎樣的? 這個是一個例子啦 但是他們用什麼方法我不干涉啦 是吧? 如果他說 這麼好啊 周小龍你回來帶頭搞這個遊行示威 沒問題 沒問題啊 你要請我回來 你們肯站出來就行了 我也不想說好像得飽說 如果你說好啊 大家抱著獲屬 如果他抓我們 沒問題 馬上回來了 如果大家去 take這個小小的風險 去講真話 講人話 而被這個政權去告你 說你煽動 那我們看到過往的煽動罪啊 是吧? 如果我們一起出來遊行 我啊 鄭志剛啊 還有Adam Kock Justin Kock 一起 Daryl Moon 出來遊行 反對共產黨摧毀香港 然後跟著他說我們煽動的 那一起去坐三年而已 煽動 認罪 還有減三成 創完三年之後 可以令到香港變回好的 那這個代價很少而已 是吧? 人家47人都不止坐三年了 是吧? 所以我覺得 現在去到這一步都是要想一下 你又沒有得好像你們的那些泰公啊 或者是爺爺那樣 像上海走下來的 是吧? 那你走去哪裡? 那如果你繼續留在香港的都要反抗了 是吧? 搞到香港那麼差 那大家都要做 做一些事情啦 香港七成市民已經做完了 做得了已經做完了 那些年輕人多少都被人抓了 是吧? 那這些這麼愛港的人都已經出了力了 輪到你們這些有錢人出力了 是吧? 就是希望他不要讓香港這樣死下去了 就是你中央的態度都是 好像是想要一個沒有香港人的香港 但是你其他正下來的有權有勢的香港人 想要一個沒有香港人的香港嗎? 你看現在的經濟 有些人躺平不用錢 那這些企業是不是 依賴本地消費的那些企業 那些強大的企業都是自己本地的那個消費群都是很支持他們的 那現在怎麼樣? 那些人去深圳洗錢都不在香港洗錢 那這個其實不是一個實際的經濟問題 這是一個政治問題來的嘛 那些消費者是來躺平的嘛 那你都不給這個前途 搞到香港這麼差 那他們的選擇是什麼 有什麼選擇呢? 那他們要不就儲錢了 是吧? 那儲錢儲了這麼少 就移民了去英國、澳洲、加拿大、美國 是吧? 他們都看不到香港的前途 你搞到香港這樣 就是周圍都這麼噁心 你這些人的行為又這麼差 就是你根本就破壞了我們的核心價值 是吧? 破壞了我們傳統中國人的文化 那些人現在就是這樣的態度了 那你始終都要解決這個問題 這些政治問題用政治方式解決的嘛 你不釋放政治犯 你不撤回了這個港版港版國安法 你不向香港大市民認錯你們施政上是有問題的話 你永遠的市民都不會饒舌你 那繼續的情況就是這樣惡化下去了 那你想怎樣呢? 你想最後又換血 多少年才換到血? 三十年 給那些新移民來代替香港的那幾百萬人 三十年 就是你給香港衰足三十年 就好像毛澤東文革之後將中國關閉三十年 不是吧? 你這些有錢人都不會容許他們這樣做吧? 文革已經給你看過一次的 關閉三十年 沒理由 是吧? 其實你們站出來大家一起告訴你 是不行的 不對的 兩三年就已經可以將那些施政有問題的人推下台 沒有理由看著他們衰下去的嘛 就是他們自己都大壓力的 是吧? 這些都是知名人士來的 明明有力可以出 就是可以影響到那個大局 他們都不做 哇 你走出街 給港大市民見到虛你了 是吧? 這些全部都是有頭有面的人來的 是吧? 報紙都見不少 被人認得到 而我現在在策劃等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很有意思 還有應該在英國有很多人支持 就是 其實未來 你都記得孫中山都講過 共產黨打贏了之後 接管了中國人共共的時候 他都說 未來的真正的中國人 都是不在中國的了 都是會佈滿全世界 這件事情都是 當然還有幾百萬人在香港住了 但是移民潮都是會延續 比起以前 都是會比較上是 多了人會走 是吧? 但是走了的人 移了往外地的人 他們很肯定 大家都有一個需求 都是不希望我們下一代是完全不懂中文 又不明白中文的真歷史 即六四有沒有發生 還有就是一些中國文化的東西 中國文學的東西 現在看到孔子學院 被他搞到變成一個 就是幫中共做大外宣的經濟 最近我看到有朋友 發了一條片給我 就是他們拍了一條片 孔子和馬克思在那裡交流 在那裡聊天 真的很荒謬的 我真的在大陸做這些事情 他們兩個基本上那個政治理念 完全不同的 是吧? 就是文化上都是很不同的 但是中國做一些大外宣 就是想宣揚 就是這個馬克思主義 怎麼可以融入了它這個特色社會主義的那裡 就是很噁心 他們在破壞我們的歷史 破壞我們的傳統 所以我自己在看就是 有個相機就是可能就是 好像 你知不知道西藏那個叫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西藏流氓政府呢 其實它在印度就搞得挺好的 就是搞一些宣揚或者延續藏人的言語 他們的寫法 讀法 說法 還有一些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歷史的教學 就希望他們的下一代 在印度的藏人的下一代 不要忘記西藏的真相 我覺得香港都是會陸續的 學校又會被洗腦 那些教學課程也會被人改 所以來到英國的香港人或者中國人 都可能希望 他們的小朋友可以繼續讀 可以學習梵體字 繼續講廣東話 還有都應該要學一些足夠的國語 我們不是叫做普通話的 叫做國語 學國語 因為如果你的小孩現在還在小學 將來長大 中學 大學 不畢業 怎麼可以令到你在外國的小孩 而不請這些小孩呢 其實未來和中國的貿易 根本都不會說 在我的生活時間都不會這麼快斬斷的了 因為始終都是一個有質量的西洋工廠 你看到那些外國公司 美國公司 德國公司 都是陸續地湧進去 英國都說明說 只會 de-risk 是不會de-couple 所以他和他們做 做trading 和他做生意 應該會還有很多年 因為他的確在那個範疇是做得好的 當然和他的政權 和習近平沒有關係 就是中國人民勤力而已 既然那些外國公司 大企業都會繼續和中國做生意的 那當然也需要一些熟悉他的語言的人 那你要一家英國公司 美國公司 為什麼要請你的兒子 不請我的兒子 一定是百分之一百 因為他懂得講中文 懂得看中文 就可以幫到他們在中國裡面嚴慕了 所以我覺得 我都在想著 就是有一些方法去 去承傳這些香港的文化 可能一些教育的平台 然後希望是B家長可以 就是聽到一些小樂波去學中文 但是我在想著一些不是網上補習 這些那麼悶的 因為他們在學校放學回來三點多 回來到家裡又再補習 其實這個文化都不應該鼓勵是這樣的 在想著一些有多些樂趣的方法去學到中文 這個就反而有意思了 這些應該都是挺好的商機來的 都是多謝共產黨 都是因為他們搞孔子學院搞得這麼政治化 現在英國都宣佈了說要去審查他們那個 就是他們那個教學那個系統 看看是不是有滲透性和有些錯誤性的誤導 如果是就會把那些空子學院關閉 這些商機都是他們製造給我們的 謝謝你們 今天謝謝你們 今天晚安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